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是持久价值的象征 几个世纪以来 它一直被用来作为货币 嘿 家伙们 你们看 我发财了 我找到了黄金 黄金 黄金呀 在1847年 一名男子在加州的河床里 发现了黄金 因而开始了加州的淘金热 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这块土地 而我们认识的旧金山 就是这样诞生了 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 都不是在河流里被发现的 而是在深层的地底下 它通常存在于 超过地底两英里下面 那里的高温及高湿度 是人类所无法忍受的 开采出来的金矿被压碎 及加热后提炼出黄金 然后再被倒入模型里 讽刺的是 大部分开采出来的黄金 在现金的流通市场上 却被埋葬了起来 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 价值数十亿的黄金 被储藏在地底下 而这些黄金都是被世界上 不同国家所持有 当各个国家进行买卖时 黄金就被从房间的一边 移到另一边去 黄金有很好的名声 它实际上是不会坏的 它既不会生锈 也不会失去光泽 而且非常有可塑性 一盎司的黄金 可以打造出187平方英尺的黄金箔 它对生物是良性的 因此也普遍用于医药和牙医液 黄金是一流的导电体 因此也成为我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它存在于电话 护印机和电视机里 此外全世界的微芯片 都要靠黄金的电路系统 每一次当你按下键盘的按键时 你就敲打了黄金 而既由黄金的接触器 将你的命令传送给计算机 然而最重要的是 当需要真正可靠的电接触器时 黄金就是首选的材料 车子里的安全器带 是由车子前方保险干的感应器 既由黄金的接触器所启动 黄金是太阳的象征 也许是这个原因 它成为了人类最有用的 反射热力工具 在飞机的喷射引擎里 黄金覆盖着温轮 使它能抵受超过 一千度华氏的高温排气 而就是这个黄金的保护能力 将人类带上了太空 有了黄金的眼罩保护 在月球上的航天员 不会受到强烈的太阳辐射伤害 在今天黄金覆盖的救生所 使航天员得以在宇宙飞船外工作 它也保护着大多数现代生活 所依赖的人造卫星 在1998年 借由黄金保护的机器人降落火星 拍摄了第一幅 在火星的日落照片 黄金的价值与日俱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